七国集团外长会提出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关系 不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希望G7成员国家上述表态真正落到实处 切实与中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我们坚决拒绝G7关于中方扭矩全球经济 进行经济胁迫的无理指责 将全球一万多家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清单 运用国家力量全面打压特定企业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冲击国际产工链稳定的 恰恰是G7成员国 G7应当反攻自行 我们坚决反对G7损害中国主权 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径 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化解问题 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工业调整的范围 有关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没有任何拘束力 G7拿南海仲裁案说是 挑动对立对抗 同地区国家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意愿 背道而驰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 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当前对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 来自民进党当局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以及外部势力对其的纵容支持 这些国家既然都承诺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就应当言而有信 不折不扣把一个中国的承诺 弱到实处 涉疆 涉藏 涉港问题 都是中国内部事务 不容外界干涉 各国民主人权状况 到底如何 各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世界人民的眼睛 也是雪亮的 我们敦促G7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管好自己的事情 停止以任何借口和名义 干涉别国内政